最佳男主角入圍的有 乌建合 阳光普照 陈以文 阳光普照 太保 叔叔 袁富华 叔叔 朱伯康 京都 恭喜以上入圍者 最佳女主角入圍的有 柯淑琴 阳光普照 李新杰 细物花园 杨艳艳 热带雨 吕雪凤 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 王靖 返校 恭喜以上入圍者 是要点名吗 好啊 真的要点名是不是 不用不用不用 已经有人举手了 那颗风也递打了 我以为没有我了 没了 我觉得好亮哦 好白 其实我不太知道刚发生什么事 但应该是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吗 对 什么 当然啊 当然啊 我到现在都很激动 谁报喜 妈妈吧 妈妈因为我知道 她从昨天就一直跟我说要替我祷告 然后她一直叫我不要紧张 可是我知道她其实应该也挺紧张的 妈我入围了 好 还有哪位有问题的呢 等一下有麦克风 等一下麦克风 所以前面都没有想过会入围吗 然后返校是最大赢家 现在是入围12项 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感谢 或者是有没有话要就是现在说 因为大家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入围的事情 所以原本自己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可是讲一讲讲一讲 搞得害我有点在意 但是刚刚念到第四个的时候 我就跟念轩宇当时一样 觉得好像就是今年可能没有机会了 以后再加油 结果听到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蛮错愕的 然后 我 我非常非常开心就是 返校这次的努力能够被评审们看见 然后也很感谢评审们 可以让我们入围这么多奖项 我想要跟 就是代表返校剧组跟大家说谢谢 嗯 好 那如果没有问其他问题 我们就让我们新出炉的女主角入围 往近下去休息咯 好 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待会才进行文职试堂访问的部分 谢谢 感谢 谢谢 辛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